现在大家都知道台湾是很缺财的 就连外商的银行都要来抢我们的人才了 而且银行他们抢的不是商科的人才 而是锁定科技人才 不过身为科技岛的台湾 其实现在自己也面临非常严重的人才荒 也显现了人才战 才是未来半导体的首要课题 银行业金饭碗人人都知道 但现在外商银行伸手抢人才 竟然改锁定科技专才 万一新展银行预计将在7月的时候 召开30名的资讯科技人才 其中就包括前端后端软体开发工程师等 抢科技人才就是要跟上数位金融时代 开发新形态数位金融产品 也因为属于跨国企业 即使与国外资料对接就显得相对重要 集团内部的科技员工比重已高达三成 现在不是什么大电资的时代吗 就是大家都想念电资 然后因为工作比较多 其他外商银行同样招兵买马 汇丰银行希望五年内要竞争460名员工 包含里砖 业务助理等扩展消费金融 渣打银行则是看好台湾财富管理市场 认为台湾藏富于名 今年上半年喊出 真才150位的财富管理经理 需求是一个问题 稳定是一个问题 发展性也是一个问题 科技业远然成为市场最抢手行业 连银行都要抢 重越集团董事长郭志辉甚至说 现在半导体人才荒可以说是比近期库存修正还严峻 更以台积电举例 连美国厂最基本的作业员都得从台湾找 显现人才站是未来半导体的重要课题 半导体人才荒的一个这个状况 可能在今年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因为毕竟可能少子化的一个状况之下 理工人才这边的一个培育 可能要提早从旧学时期开始做这种所谓产学的合作 但对比科技业的人才缺口 制造业确实呈现两样情 无薪价新增935人 制造业就占预半数 虽然强调属于个别厂商 但是否成为产业景气趋缓的现象 仍需要继续关注 东赛新闻吴博威副一文台北报导 能力企业快要到了 所以很多大卖场他们都会设有一个普渡专区 像是瓶装水或者是零食都有大样的包装 标榜促烧价 但提醒大家一定要仔细看了 因为多买不一定便宜 有的品项仔细算算 其实价格根本跟单买是一样的 有的真的有便宜 但便宜多少呢 仅仅一块钱而已 李陶菜姚姚来到大卖场 想买大罐瓶装水带回家 一罐6000毫升42块 下方货架写着有促销 两大罐装箱90块 等等不对啊 一次没两罐 算下来反而比较贵 再报整箱到茶家机一查 原来是促销牌价飙错了 发现其实是两瓶84块 换算后和一瓶42块价格一样 买多不一定比较便宜 但一定比较重 好像有 现在这样看好像就会买促销的 可是实际算好像 它只要打促销 尤其是放大或者是红色字 你就会想要直接拿 对 不会去精打细算 接近农历七月来到普渡商品专区 同样也标出黄色标牌 红色促销 但仔细看促销169 一旁的小小数字写原价170 只便宜一块啊 而另外一盒优惠价也只差一块 一大同的小熊饼干179 但参考原价却只要100块 巧克力饼干特价都写189 但也比原价还要贵 市场的手法买一个33件100 就是消费者自己要注意一下 通常会注意一下 所以不太会被骗 它都写特价了 那我会先看一下 差多少 然后比较一下 要买一瓶还是两瓶还是更多 询问卖场服务台回应 矿泉水标牌是电子货架卡 标示错误 消费者可以退回价差 至于原价100块 是硬制时下方被剪掉 实际上应该是199才对 卖场产品琳琅满目 写着促销很心动 但要行动前要看清楚 有没有真的比较划算 东西文程项宇留音在台湖岛 真正想省钱的要看这里了 最近日币风黄的贬值东西 当然变得相对比较便宜 但是现在又因为一起 没有办法到日本去购物 所以怎么办 有YouTuber就发现了 其实你就利用日本的电商 买东西直送台湾 也可以而且比直接在台湾买 还要便宜很多 像是有电子锅的价差 就多达了6000多元 日币狂贬值 不能到日本把卡刷好刷满 但从网路上买东西 也能强便宜 一年内日币汇率 从1比39到1比46 等于一年前 1000元台币 能换3900多元日币 现在却能换到4620元 多了17% 有YouTuber介绍 从日本亚马逊买东西 价钱省很大 所以刚刚比MOMO省 6729块 操作的这个就可以 另外买一个好的东西 而且基本上大概就是 快半价的意思 据特定厂牌的电锅为例 台湾电商平台买 要14000多左右 但亚马逊换算下来 大约7600多元 将近便宜一半 我觉得在台湾买日本东西 真的很不划算 差超多钱 几乎是差 差一台的价格 对 在台湾买一台 在日本可以买两台 不过既然日币贬值 原装进口的日系家电 会不会也跟着便宜呢 像是这台 复古的造型烤箱 卖将近7000元 循环上2400多左右 这价格并没有特别下降 运输成本 或是像最近 大家常常在讲 原物料成本 甚至平台上 这边我们还有行销 和人事成本 所以它其实整个 要纳入一个综合的考量 然后再加上 其实现在是一个 全球化的时代 很多日系的品牌 它的工厂 并非是在日本 所以其实它不会受到 这么即时汇率 波动的一个影响 事实上 汇率是即时变化 无法立刻反映在 商品价格上 除了业者本身 经营的多样成本外 目前市面上的电器 是很久以前就进口 价格不会跟着变动 而这一波日币贬值 能期待未来商品价格 更便宜吗 也都还要视情况 持续观察 东西中子明 在台北 做到 今天的房市大小 是要带您看到的是 台积电对高雄的房地产 带来到底多大的冲击 以车前15分钟的 岗山87起重划区为例 短短其实一年半以来 市府出售的土地交价 就已经从一平的 35万飙涨到72.8万 涨幅是超过一倍的 因为这里除了离台积电不远 还临近百货公司 连运站还有医院 房仲就推估了 未来的房价 一平上看 35万 这里是高雄岗山87起重划区 在2020年的6月 这里的土地一平 接近35万 不过在去年底 这里一平已经来到了72.8万 短短一年半 涨幅超过一倍 有刚完成动土典礼 准备动工 也有建商已经开始施工 要盖大楼 在地建商抢投降 千坪缴地 2020年9月就以地价 每平51.83万元标下 建商规划先建后售 二到三房的产品 拆钢开始盖 就已经有关注度 就是因为短时间 这里的地价涨得太惊人 有三几万 五十几万 到现在七十几万 男子桥头都是一直有在创 一个新高 87起重划区就在钢山闹区旁 离秀泰影城 只有约三分钟的距离 往南台积电 男子设厂 开车15分钟内就能抵达 加上附近陆续有捷运 医院兴建 在地建商 北部建商 接棒标购建地 房仲推估在生活机能 越来越完善下 钢山87起重划区 将跟周围的闹区 自成一个生活圈 吸引的是包含 钢山本地大老板 周围桥头 永安 甚至台南人 加上缺工 建材长 未来这里 每平房价 保守估计 三字头起跳 保守估计 其实也要卖大概35 一平 一平大概35 算是比较保守 从2020年中 地价34.79万元 到去年底72.8万 建商进场卡位 加上未来卖的地 景观位置更甚 每平地价 七字头 孔城短期 天花板价 在地建商的 这个建案 未来是87期的 第一个完工建案 开价多少 也将成为指标 东森新闻王国龙 吹响也带捐载 高松报道 平常出去玩 如果遇到真的没有车位 你会怎么做 可能就会直接开走吧 但有个民众 真的是异想天开 他居然凭空 帮自己画了一个 这样子的车位 然后一行人 就跑去爬山了 而且一停 超过八个小时 但后续 当然是被开罚收场 小风口停车场 假日一早 车子停得满满满 但这台黑色休旅车 就停在车道上 仔细看 地上居然有白色的格子 周围线条 歪七扭八 原来这停车格 是有人自己画上去的 他自己画一个车位 是不是很好笑 我刚刚就有看到 我想说那个是什么 有点离谱 那应该要带白色的油漆吧 这个太明显了 就不是停车格 很夸张 竟然有这种事 我第一次看到 民众看到这DIY停车格 都好傻眼 目击网友说 24号早上七点左右 停车场已经全满 但这台黑色休旅车 抢不到位置 其中有人下车后 捡起地上的石头 开始画 当时他还想说 在画什么 没想到居然是 自画一个停车格 画完后还得意的说 这样就有停车格了 接着五六个人 离开跑去爬山 一直到下午三点多 车子还停在那边 这一停超过八小时 警方接到检举 到现场看到 有人自画停车格 立刻开出罚单 网友说这群人 回来取车时 有人问他们 这是停车格吗 他们还大言不惭说 是啊 但是被开单了 眼间网友发现 当天没有停在 停车格的车子不少 像是这台钻进 两个车格中间的 三角空地 直接被包夹 但都比不上 这台黑车夸张 网友嘲讽说 这是创意吗 还有人说 有钱就是任性 只要你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不过担心有其他民众误停 冤警赶紧请人 把车格清洗掉 有网友说 这台黑车是名车 停了八小时 如果只罚六百元 也不痛不痒 但没有停车位 干脆自己划一个乱停 夸张的行径 真的是前所未见 东森信卫红青 在花莲采访报导 在彰化的大村 有一户住户 他为了要改善水质 就装了一个滤水器 一个月后 更换浴芯的时候 就发现说 这个滤芯 真的变得黑妈妈的颜色 而且还有一层油 他就跟自来水公司来反映 更换管青后 一样是没有改善 所以气得投诉 不过自来水公司表示 检测供水点的水质 都符合标准 推测问题可能就出在 滤水器装的位置 拿出桩不到一个月的滤芯 居然整根变成黑色 一摸上面还卡了一层油 就连滴出来的水 也是黄褐色 还参有杂质 看起来相当可怕 这都是不知道是油爱 这什么都有的 投诉民众住的 大村透天措社区 屋龄大约三年 但他们一年多前 发现家里三个小孩 经常过敏 就以后找不到原因 后来发现 自来水有坏位 水质疑似出问题 于是装了滤水器 没想到一个月后 想查看滤芯状况 一看差点晕倒 投诉民众向自来水公司反映 由于大村是管线末端 一开始以为是管线老旧 但六月份态换后 情况依旧没改善 裁装三天的滤芯 一样是黄褐色 不过自来水公司 两度检测水值都符合标准 最后发现问题疑似出在 滤水器装的位置 进入水塔之前的整个自来水 经过滤芯过滤 那这样的情形的话 会造成滤芯的超负荷使用 水表后的话 比较不建议安装 会产生镇压 那如果说我今天滤芯塞住了 那水会过不去嘛 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滤品破裂 或者是你的水管爆开 滤芯业者表示 这种滤水器 两道滤芯 约三个月隔半年需进行更换 建议最好装在水塔和加压马达后 才不会超量使用 但如果要饮用还是得煮费 自来水公司则说 因为其他用户 没有出现同样状况 将先请用户更换内线 再检测水值的改善状况 东森新闻陈永毅 金哲生在彰化采访报导 机车也进入暑假的销售 忘记了包括狗狗肉 PGEO等大厂 都寄出了猛烈的促销 希望可以让业绩来大进步一下 像是有电动机车 就喊出现成四万元 只要半假就能够入手了 而上半年 原本是机车缺晶片 还有缺货的状况 其实也缓解了不少 所以业者说 现在大约是一到两周 就能够交车了 墨兰迪色柔美风格 U型车灯随时微笑启程 敢在暑假忘记 大厂促销吹下去 别看这台车的外形 可爱可爱 它的极限时速 最高也能推进到95公里 搭配现在暑期优惠 达到四九折 外面一整排的车都是赫成交 追赶上半年被疫情耽误的销售进度 车商祭出猛要下杀 八万四的电动车 原厂先补助一万六 太旧换新的话 环保局工业局再补助两万七千八 算一算 剩下四万三等于四万一能入手 上半年的话缺车非常严重 那我们工厂也赶快加速生产这个 UR1 那现在订单已经可以慢慢消化起来了 所以现在订车的话大概只需要等七到十四天 摆脱上半年的缺车金片荒 另一家电动车品牌也迎来暑假购车忘记 专攻女性族群 质感湖面车壳透出粉嫩光泽 瞄准女性市场坐高调整到最低的七十二公分 连优惠也为爱美女性量身打造 八月前送三千元配件金 从矽胶套保温瓶再到防晒群 把爱车赠碎碎 加码三千块的配件金到八月十四号 这一周有很多女性进来看车 对就是很多像夫妻帮太太买车 闺蜜进来看的都有 机车促销不分邮电 光阳为了抢回市站龙头宝座 国民神车GP125 最低也下沙四点四二万起 三阳新敌决125促销下重手 购车补助一点一万 亚马哈进站则补出六千元 重量级车款更低负担 要在暑假期间冲刺订单 东森财经新闻在台北采访报道 现在要担心的恐怕是纺织大厂如新 公司他们陷入了财务的困难 证交所也宣布将打入全额交额 在今天股价跳空跌到了 大概是3.96元 而且收盘的时候还有4.8万张 跌停价尾卖是完全没有成交的 也波及到了纳税前 因为国巴基金就是最大的股东 他们投资14.8亿元 现在账面的亏损至少11亿元 但是又爆出其实对于如新这样的财务危机 国发基金疑似是知情不报 缝纫机运转布料盒 唯一专替GAP Levi's代工的纺织大厂如新 25号重讯公司陷入重大财务困难 几支脱续 证交所随后宣布7月27日打入全额交割股 让26号股价开盘跳空跌停到3.96元 收盘仍有4.8万张跌停价尾卖未成交 19号如新就因为2月更换 董事长未告知召开重讯 结果含糊交代不轻被证交所重罚150万元 25号再度召开记者会 跳针是问答再被股民炮轰刷新下线 董事长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 所以你过去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来主张你自己是董事的身份 在新闻稿第五点里面那边有说明 请参阅谢谢 因为这场危机恐怕殃及全民纳税前 因为投资如新14.8亿的国发基金 当初以每股18.6元认购股票 如今一算账面亏损至少11.7亿元 国发基金则回复已加入投保中心集体诉讼案 但短时间不会考虑初心持股 必要时会采取法律措施 只不过现在却被爆出案外案 如新建议权之争 国发基金其实早就知情 7月15号如新举办临时董事会改选董事长 当时国发基金代表董事长叶淑芳 人也在现场参与投票 却被质疑明明深陷风暴 却仍保持沉默 这件事情由全民来买单 但我觉得也得去仔细的去衡量 就是说到底当时国发基金 为什么去投资一个常年亏损的公司 因为他们在投他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亏损了 针对风波前董事长张水 将发2000字长文 先痛批证交所 是拿小股民的权益陪葬 再点名如新新负责人 见到黑影就开枪 多方角力卸则下 最无辜的小股民 只想要个合理交代 东思台新闻综合报道 看盘不中断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 中文字幕一看 中文字幕一看